能听明天 心树如星云如水 月下门催 星星如你憔悴 梦不见 千年为一它却能擦你的眉 真几却真心的运黑鲜 7月初2023年 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后台 中国文娱对周深的采访 记者评价当时的周深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他带着两座沉甸甸的奖杯走进采访间 尽管一到深夜 他依然是那副延期满满的模样 那天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接连着一堆的采访 忙到1点40分才有空发一条微博 回完信息就两点多了 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过那句话 因为工作不是只有你们看到的这一下呀 后面还说了一句 你们早点休息 山东烟台录制完你好生活 舞台后马上就赶下一个工作了 在车上清场听我说发微博超话里 听我说 可以听我说 我跨过前山走到灯火 开心和难过 总要找个人说说 日子总会变好多 前山走到灯火 飞快的路 春去就来的颠簸 车上清场听我说 快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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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欢迎迎接览言谈 好谢谢 上笛 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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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 中生 把路让开 昨日,中国文娱发布了采访周深的原创文章 看了文字,觉得周深太疯了,对自己太严苛了 采访中再次提及二专 周深透露,专辑制作过程中唱了一百多个demo,才选了十首 一张十首歌的专辑,他唱了一百多个demo 还是会尊重内心,去做完全表达自我,自己又喜欢的专辑 要求太完美了吧 这是什么概念 小编严重怀疑,周深私藏了大量的单曲 一百多个demo,推翻了很多次 而且十首已经定好了的歌,后来也被推翻了一些 按照周深的回答,是不是意味着至少存有几十首歌曲的demo 而且原本已经录好的十首,后面又被推翻 是不是说已经定型,又不会放到专辑中的歌曲,也有一些呢 这些应该是随时都可以丢出来发行的单曲吧 而且周深透露自己原创的歌曲,但不确定是否要放在专辑里 这说明,专辑还没有定型 所以这些被放弃的单曲,能不能先发出来呢 一周一首也可以啊,大家说呢 周深说,做专辑的过程中,自己的想法一直在改变 从之前相对更自我的表达,现在有其他人的感受在里面 这也说出了,总是推翻已经做好的歌曲,而导致二专迟迟不出的原因 但周深也说,身边的朋友都说他二专挑战非常大,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周深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歌手,词曲作者的 他们都说挑战很大,那难度可想而知了 跟他合作过的音乐专业老师对深深演唱歌曲 追求极其完美,以及敬业自律的精神都感动不已 但是,只要周深喜欢,就去做吧 他一直都在为做好一张原创专辑而不断努力 专辑内的歌曲一遍遍在用心地打磨 相信,专辑内十首歌的质量会得到保障 因为做一张各方都满意的专辑很难,具有挑战性 但相信,他会做好的 他唱那么多歌,每一首都是精品 但大家还是希望,即使专辑、演唱会再重要 都没有身体和嗓子重要 最后,小编还是想说 可以先把放弃的那些demo和歌曲作为单曲发出来 大家觉得呢? 记得评论,点赞,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的最新动态 老师,我有这么大的胆子 也就周深感对他 也就这么一刹那我敢 期待周深在春晚代替小萨的位置 我可以代替小萨的老人唱歌 我期待周深在春晚代替我的搭档 我说一个我的愿望 其他周深在春晚代替我的搭档 代替我的搭档 代替我的搭档 我看到实际上是周深的一顿拿档 又拿档啊 来周深,放步 放了脚步 因为我自己还有生活 他所有东西都特别的随机 就像生活一样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其实第二首 我其实第二首订的是另外一首歌 但是因为去了京剧院 烟台京剧院 以及一天见到胡文格老师 我自己有觉得 咱们自己 咱们自己的国策很多时候 年轻人现在还不够多 所以我选的第二首歌 南京剧 我都有一首歌 非常不小的一首歌 咱也希望 每个人都越来越喜欢我们的歌 越来越喜欢我们的歌 越来越喜欢我们的歌 让他让更多更多人 更多国家的人 国家的人 一方的人都听到 南京剧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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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寂與泉 沉寂與泉 無敵和泉 我就像再有幾天 夕陽與幻 沉寂與泉 沉寂與泉